外国人素质高。机舱啪啪啪,抠脚。换内衣。看片。毫无下限的样子。和素质沾边码。经常有中国游客素质差的新闻被曝光。 这说明一些国人的文明程度的确不高。需要反省。但如果因此以为,老外的素质就一定高那同样是大错特错。相信大家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类似的不俩行为。那画面太美,简直不敢想象。想当作没看到都不行。 然而,这些行为,并不只有中国人会做。让我们一起看看那些被吹捧为高素质的外国人,是怎样出行的吧。 近日Instagram上一个名为失态的旅客passenger shaming,的账户分享了一些航空旅客不雅行为的照片。 尺度之大让人不忍之事。 Shark Kathleen曾是一名空姐。从夜生涯中见识过形形色色的旅客。有的很有礼貌。 举止得体。有的却令人恼火,让心中生艳。他把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写在自己的博客中。 其中一些特别奇葩的令人大跌眼镜。有在飞机上裸睡的,有咔嚓咔嚓剪指甲的,拔鼻毛的,甚至有当众看A片的。 剪鼻毛。看A片。与此相比。到处乱扔垃圾的已经不算什么了。 很多网友看了,都表示难以置信。直到他放了照片作为证据。 占满排泄物的纸尿裤。随意丢在座椅背面,这个男子直接脱得只剩内裤。 罗随,这名女子和自己的男伴,旁若无人的坐瑜伽,似乎在进行一些少而不宜的活动。 之后,他又在Instagram上创办了一个为Passenger Shaming,的主页。 分享不文明行为。 网址,https,3w.instagram.com Passenger Shaming,目前这个账号已经有了87万多18群众围观。 可以说是挺火的了。 Shop Kathleen表示。 他把这些照片,传上来是希望一些乘客明白。 他们的行为会令他人感到不适。 It's kind of nice to put it out there for people to see it's not okay to do this。 照片中有不少是肆无忌惮的脚,有的把脚搭在前排座椅的头靠上。 有的直接把脚伸到前排乘客的扶手上。 只顾自己舒服。 还有的把脚放在小桌板上。 不顾附近乘客的感受。 想象下你在桌板上吃饭。 旁边是一双臭脚,说起小桌板。 Shop表示他很佩服乘客们的动手能力。 有人把桌子当成割脚的。 有人当成换洗牌直接在上面给婴儿换尿布。 换完尿布之后,也不扔进卫生间。 直接扔地上,扔到椅背,还有使劲塞到玻璃杯里的。 这个杯子还会继续循环使用。 他说有些乘客还会在他走过去的时候,试图把执尿裤递给他。 让他去扔。 我都会说抱歉。 等我拿副手套再来。 还有无处不在的口香糖。 也给飞机的清洁工作带来麻烦。 有的人会把口香糖吐在已背后面放的安全须纸卡上。 下一名乘客拿到的时候。 Shop表示。 他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是乘客在卫生间吸毒。 触发飞机的烟雾暴警器。 这个男子在卫生间吸食可卡因。 不小心把右前方的头发点着烧焦了。 触发了烟雾暴警器之后。 他竟然还问我能不能继续他的行程。 我说不好意思。 您即将被逮捕入狱。 还有一些乘客会在不合适的时间提出各种要求。 有一次,我正在帮助一名心脏疾病突发的乘客。 举着氧气瓶让他呼吸。 这时有人叫我,嘿,能给我一杯可乐吗? 还有被丢弃的假牙。 现在是已经从航空公司辞职了。 但还是能继续收到热新网友发来的照片。 传到公共主页上。 他希望通过曝光这些不文明行为。 让大家以后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都能注意自己的言行。 在这些照片中。 有人公开看色情网站,有人将裤子脱下,有人弹胸露乳, 有人随手将使用过的安全套,扔在地上在一名女乘客的自拍照片背景中。 距离其不远的位黑人老大爷。 怀里还抱着一个充气娃娃。 这种个人素质低下的行为。 跟整体国民素质无关。 丢脸也是个人的事。 其实,各国都有不文明的人。 跟国籍真没啥直接关系。 因个别游客的不文明行为。 而其实整体国民。 是不公平的。 你会看出来的就是为了女人。 请站在订阅。 请站在订阅。 请站在订阅。